2021牛年年燒花市以蓮花销售店登场 今天全港15个销售店开幕 多款的蓮花已经准备给你带回家 人称南花大王的花龙楊小龙更发现了惊喜的收获 不过政府建议快买快卖 花龙有什么提示呢 根本上今年那些花都很漂亮 如果要介绍叫它买什么花 其实各花各眼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人们看到我这棵 这个颜色我对了 又没有脱钠 没有烧包 烧包就黄色 接着跌 那些就不错了 你买不买齐一点 虚花类的就是 里面的温度不是很高 就是很凉爽 空气流通 那些花就会长一点 就是人们坐在这里都觉得很浮复 那些地方就花比较容易借 来花墙帮公司买花的徐先生说 自己都顺便在花墙买花 今年 霞姐介绍我 枝龙入水 名字好听 特别 小 冰冬小 不错啊 挺漂亮啊 你知道疫症生意就一定没那么好 希望今年就 疫症快点 拜拜 希望生意不只是我们这堂堂 希望各个月都好 是不是 翻市都会走的 都会走一走 但就未必买东西 未必买东西 未必买东西 转个圈 走个大运 就走啦 是吧 就是应一下节 应一下节 是这样的意思 视乎情况 如果人流太多就不走 免得我们自己买了花 你免得跟别人逼 只限了两个位 除了兰花 当然还有吉 水仙等等的莲花 既然要快买快卖 不妨先物色心仪的莲花 看准目标入场素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